欢迎关注,一起了解隔壁的各种神奇室友。 据今日印度,3月23日12点51分店,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,一个男孩被几个男子绑在树上,因为学习而挨打。 据悉,受害者的母亲告诉印度快报说,这些人把他绑在树上,开始用棍子打他。 当他问他们原因时,他们辱骂他,说他不应该学习和考试,而应该做体力劳动。 据印度快报报道,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一,3月18日,当时这名男孩来到学校参加第12届董事会考试,可是考试结束后,刚刚走出考场的他,便遭遇了劫持。 到周三,因为看到他背上的伤痕,受害者的母亲的才了解到一切。 接住,他立即被送往梅萨纳民事医院,并被登记为FIR。 此前,古吉拉特邦帕坦区警方已对罪犯立案调查。 但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被逮捕。 不过印度警方表示,受害者已经确认其中一名袭击者的身份。 受害者曾自述道,在考试中心外面。 我遇到了一直在等我的拉梅什帕特尔·瑞玛特特,他请我和他一起走一趟。 因为他说,他有一些工作要做。 然后,他便带我去找了另一个骑摩托车等我的人。 接住,他们骑驻摩托车,带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农场。 到了那里后,他们便把我绑在了树上,开始抄起棍子打我。 还说我不应该学习和考试,而应该到这里帮他们干活。 看完这则新闻,小编突然有点后怕呀。 还好爱学习的我生在中国。 要不然,一顿读打怕是免不了了吧。 读者朋友们,你们怎么看印度这则暴力事件呢? 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您的高见吧。